王存叶和杨权同时携手环礼 谢吧 能当上执事有两个途径 第一就是宁元奠基不成鬼仙 但有七年赴执事的资历 第二就是鬼仙成就 无论哪种都不可怠慢 这执事带着行了进去 拥到左右有两个道兵按刀势力 远远就见着有不少道人出入 这一切都是这样熟悉 正想着已经走过广场 自正殿西侧进了 到了殿中就见得一个道政 跌坐云石台上 周身武器银血 两人不敢怠慢 快步行上前去 王存叶见过道政 说着又将云牌和公文递了上去 道政接过公文一看 顿时心中了然 无需大礼 起来吧 道政说着 表情丝毫没有变化 平淡如水 把公文反给他们 说道 你们来意 我已知晓 只见道政对先前执事说道 你且带这两位道友去执事大殿 阅览暗宗 异教之事全权有两位负责 你们不可干涉 但要有要求 你们自当配合 不得怠慢 这二人虽只是考核弟子 但一旦得了道种 堪破生死 地位顿时就不一样 道政虽位高权重 修为也不是小小考核弟子能比喻 也不愿意得罪 弟子应命 这个执事听言应下又转身说道 两位道友请 当下就带着王存叶和杨璇出去 才出去 天阴沉下来 整个广场都灰茫茫一片 上空浓云重压 风袭来 满身暑气 一袭静静 突然一声沉雷 闪电破空而下 转眼之间 洒洒雨点打了下来 不过在道宫 却也不必在意 过了一个侧点 由西而入 经过走廊 直到了执事大殿 沿途都是走廊 并没有临着 到了执事大殿 实际上里面 风格成不少空间 就见得一人在服案集书 专心致志 这执事就笑着 天暗了 点一盏灯吧 是啊 下雨就天黑了 这人放下笔 笑着起身见礼 见到两位 问道 这两位很是陌生 新近的 不 是云荒海遇来的 对了 你把邪教的案卷 都拿来 给这两位 这执事吩咐地说着 王存夜和杨璇 都上前见礼 这人一正 脸色有些不好 说道 两位 可疑案件 全部在大案上 我正好一学了出来 整顿了一下 你们尽管越看 只要不弄丢了就行 王存夜看了 也不以为意 就算在地球上 把原本案子结过 都有些不快 何况 现在这情况 能有这样的态度 已经不错了 见到前面书案上 案件堆积厚厚补榻 看样子又上千 不由皱了皱眉 嗯 有了 倒有了 杨璇 举手回礼 执事又说着 两位都是副执事 按理自云荒海遇来 都算棒高级 以执事论 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助防救善 都会准备 正说着 有道童打着伞 快步进来 怀里抱着几件游衣 放下后 又点了几盏灯 使殿中明亮 就出去了 片刻之后 殿中除了伺候的道童 就没有人了 杨璇上前去 拿起最上面 一张翻阅起来 片刻又放下 脸上似笑非笑 对着王存夜说道 这样多暗宗至少上千 要一一排成 不知要到何时啊 王存夜先没有看 先做了喝茶 这时风雨如晦 琵琶打了下来 两久之后才说到 所以才变成任务 考验的就是 细细打磨研究的用心 这话说得有点胸有成竹 杨璇坐在椅子上 略一见身说道 道兄可有两侧 昨晚我没有睡着 反复想了很多 也想到了此事 王存夜静静地说着 这件任务 可能是我们在道门考核前 做的最后一件任务了 因此要做得漂亮 王存夜在殿中夺步 缓缓说道 我仔细想啊 清理邪教是一个大帽子 最容易清理的 就是没有赤锋的 野鬼小神 这些小神阴鬼 祸福于人 不曾受到赤锋 只要抓到这点盘茶 都可以给予清理和拆庙 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不过这事个人都会做 算不得多少善功 道门和天庭要争住的 是那些隐藏在赤赤甚至金赤里的邪神 我自藏尖阁里天绿珍珠路中读的 几百年来 这些邪神利用赤赤树木繁多的情况 往往夺疑赤赤而伪装成正神 我们要打击的实际上是这个 杨玄文言眼中一亮 他没有想到王存夜会对这个这么精通 确实是这样 还请道兄继续说 王存夜隔着玻璃望着晦汉的天穷 悠悠地说道 我反复思量 邪神夺取赤赤 伪装成正神 有什么破绽呢 我思量了很久 才渐渐弄明白 就算是赤锋正神 神里都很低位 不出意外的话 往往香火和祭祀 其获取和支出 以及发展都有规律 一阵沉沉的雷声 王存夜的话 字字质地有声 正神香火有规律 往往不会多取 也不会少取 施展灵验也是恰的 当然贪婪的小神也多的是 但这些贪婪没有长性的小神 往往更吝啬于显示灵验 以免花费 而邪神往往一开始 就有很充足的神力 多次显示灵验 以招揽广大信徒 我看这些邪神 往往香火索取不多 但发展异常快速 相克就异常虔诚 这些都是友谊之处 套兄真是一言中递啊 杨全听得双眸炯炯 他也是极聪明的人 立刻反应过来说道 要查的只有三项 第一就是信徒迅速扩大 第二就是相克异常前程 第三就是多有灵验 大善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汪存也拍手 又缓缓说道 只要按照这三条选出 再加以证实 一旦实证 不必追究性命 草民无知 易受蛊惑 不必纠缠 只要联合道工官府 雷霆处置 不给反应的机会 就一个字 杀 华才落 天空中猛的一鸣 一道闪电 输得一闪 接着一声雷落下 让两人都是一惊 杨玄眼中连连放挂 对着听呆的道童说道 你们不要发证了 就让这三条 自按送中 立出可疑案件来 这里诸多道童 都是熟悉文章和公务的人 听了这话 大梦初醒 纷纷开始行动着 杨玄再想了片刻 上前去一笑 拍了拍王存也的肩膀 叹息道 多年的遗案 被你是一招破除啊 不知道说什么才可 这办法比丹丹这个任务 更有价值 你上书道庭 急于推广才是啊 当林明上书如何 王存也眯着眼笑着 这些办法 实际上并不算很难 只是一时 没有人从这方面想着罢了 一眼点破 自是行了 这一夜 雨连绵不断 到了凌晨时 是由膳室的人 抬着早膳过来的 王存也已有着吩咐 用我的银子 给大家加餐 因此 抬上来的膳室 很是精美 不过 雨下得大 有着走廊避雨 就隔了十几米 抬着石盒过来的几人 裤脚和鞋子 都被打湿了 不过这时是八月 还算夏天 这点雨 不算什么 王存也站在门口 看着他们抬了进去 一时没有出声 依着此方而行 果实快速 道通也很卖力 一一排查 到了入夜时 就整理出许多 不必要的案件 凌晨十分 就全部排查完毕 只剩可疑的六宗案件 只是这些案子 交给道工的人 会不会急功近利 这时大雨 还在劈趴地下着 但隆隆的雷鸣 基本上没有了 整个道工 都笼罩在 苍暗的天穷之下 许久 王存也一笑回身 就想回去 就听得一阵衣裳兮兮 杨璇步履缓慢地过来 神色有些忧郁 说道 说实话 事情做到这份上 确实可以交个上差了 但是这些都是 关乎着人命啊 草率的话于心不忍 不如我们下去 一一排查 你觉得如何 王存也正思量此事 听得杨璇此言 知道和自己想的 一般无二 顿时硬着说道 大善 道友与我想到一块去了 这事交给道工 弄得再好 都算是虎头蛇尾 再说 说不定有人假公祭司 以我们的名义 去做些不法的事 还是全城参与 弄个漂亮的结果出来 杨璇合手硬着 你说的是 至于具体的行程 你有什么意见 王存也冰冷冷一笑 我们先去远水娘娘庙 这庙去查是有着赤赤 但有段时间香火稀少 几近轻塌 这几年突然香火旺盛起来 信众每天有几千人进香 并且多有灵验 这虽属证词 不过既然轻塌又兴旺 又有灵验 就符合这三条 我们第一个就去查他 看他是什么根家 善 不过要换了衣服 一件道跑啊 实在是太鲜艳了 杨璇鼓掌说道 当下两人说干就干 换了两件轻衣 就在这时 昨天遇到的执事 行了上来 鸡手说道 两位道友现在就要出去 听闻昨天忙了一夜了 还是休息一下 明天再忙 你们看行吗 这确实挽留和嗜好了 王存也淡淡看了一眼 说道友好意心领了 但到门众人 不敢怠慢 而且我和杨道友 都是惦记休士 一两天不眠不是问题 王存也这话说的是实在 并没有虚言 人心三转后 可以调和侃离 运转内外 心肾相交 几日不眠 精神异议并不是空话 这点大家都知晓 只是经常这样 对于修行 有些损害罢了 只是向王存也执意要前往 杨璇虽不说话 显示默许 就不再挽留 这样的话 且让我送两位道友一程 说着要命着手下道童 去找马车 这时杨璇出来 拦住要去的道童 对执事说道 道友 莫要这样 我们还未仔细观赏过 这暗南府城的美景 你这样 却是坏了我们的好事 这话说的风趣 这直视哈哈一笑 不再让道童叫马车 将两人送到广场口 两位道友珍重 我就不送了 回来了再设宴款待 直视鸡手说道 不须远送 道友请回吧 王存也与杨璇 转过身来鸡手 才渐渐远去 此地离这道公门口并不远 两人严廊而上 过了一层殿 向东而去就到了 门口就有着马车 换了一辆 说道 去原水娘娘庙 这车夫应了一声 马车轻微摇晃 嘎吱嘎吱坐下 就这样一路前行着 又行了三里地 见到前面一个庙宇 庙前诸多相客 来来往往 川流不息 杨璇和王存也 对望一眼 杨璇就出言问道 人很多啊 车夫听了说道 近几年才有的 不过庙里神灵 灵眼飞察 上乡人很多 哦 到了 杨璇摆摆手 事已知道 两人跳下马车 跑了一千银子过去 打发了车夫 朝着庙里走去 只见大殿前 有一条石路 信徒双手捧香 排队上前 有的前程 还三步一跪 五步一扣地 来许愿还愿 殿前是一座铁顶 香灰已经有大半顶 还有人不断将香火插上去 王存叶和杨璇远远望着 只见香烟鸟鸟 账漫垂下 掩盖了一个女神像 却是看不清楚 就见一个老者 对着女神叩拜 又取出一些铜钱塞了 这才起身 王存叶叫住了 这位 来捐香火节 老者看了上去 见着来人 都穿着一身青毡 逢宫惊细 很像小弟主家的少爷 说道 我是求愿 两位客人为何而来 可是来上香的 王存叶说道 嗯 听说此地神灵灵验 特来祈福 是真的灵吗 灵 真的灵 千万别轻慢了呀 老者严肃地说道 见四下胡人 又说道 我家孙女摔了 瘫在家里 百生堂医师 收了我二辆七千银子 却说我孙女不行了 真是可恶啊 后来听着娘娘灵眼 特来许愿叩头 把娘娘赐的符水 回去给孙女用了 就渐渐有感觉了 这真是灵啊 这老者说得恳气 眼中满是感激 我说要还愿给钱 庙里主持说你家穷 娘娘不要你的钱 只要你心念到了就行 我就动员群家 大家早晚诵经百遍 不过到底还是过意不去 今天卷了一贯钱 王存叶与杨玄对望一夜 杨玄出言说道 这样灵眼 那我也要快快 起香祈福啊 既是这样 就快进去 那里就有高香可情 你们自己去拿 老者听了 顿时脸上露出笑容 好 王存叶一拱手 就和杨玄行了进去 进了庙宇 更觉得此处香火旺盛 远胜得一般妙语 众多香客脸上素人 前程上香叩拜 王存叶心里寻思着 这时杨玄出了十文钱 请了高香 走到岸面前 分了三根高香过来 递给王存叶 物要多香 露了麻将 王存叶单手接过 点点头跟了上去 上香人众多 两人排队半客才轮到 将高香在烛火上点燃 攻身三拜 插入面前半人多高的香炉中 退了下去 杨玄照着样子 做了一套 也是退下 两人上完香 寻了处空旷地 细细打量起 眼前神像 只见这娘娘和本地 诸多神像一模一样 带着一种宁静安详 王存叶微微一动 灰壳喷出一股精气 眸光一动就看了上去 只见这神像笼罩着一层金光 只是隐隐之间 有着一种黑暗 安息 灰塑的道运 流转其中 这种感觉 给王存叶一种熟悉感 但是转眼之间 又有着很大的排斥感 就在这时 龟壳猛的一动 眼前一切消失了 几乎同时 神像毛子微亮 似是看过了一眼 扫了一遍 果然有些不同啊 王存叶不由渗出一些冷汗 并没有见到那里有邪气啊 杨玄听言不由迷惑 其实并不怪的 眼前妙语 虽然香火顶上了点 香客虔诚了一些 但仅凭这些 要断定是一位邪神 根本不够 相反 见着殿中 纯净安详的气息 杨玄反而有些怀疑 之前自己的判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